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我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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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状态 sha anna tro t until tá na baman hyena lah akhah sa hawcha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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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zlo eh i'o ka kang ka dang ha c fam za dha nha traer patchi jend ax ta tan dana aha ha ha~? ah k kang ka kang ha ca travel an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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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入行论》当中 先讲的是遣除嗔恨 不应力的邪俗 也就是说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前面刚刚已经讲了一切嗔恨心和怨敌 全部都像如幻化一样的 无有自信 那么对方提出这个问题 既然你们说一切都是幻化一般 没有真实性可言 没有真实性可言 那么什么样的人 对什么样的众生 弃什么样的诚信 全部是幻化的嘛 全部是如果幻化的话 那么产生嗔恨者 他自己也是幻化的 然后说产生的对境 也就是说产生嗔恨的对境 也是幻化一般 没有任何自信可言 再加上生起来的这种嗔恨的本体 也是如幻如梦 这样一来 全部是幻化的 幻化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 修安忍 断除嗔恨 这是没有任何必要 是多次一举的事 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有些我们佛陀的有些教言 以观待生意地而言的 有些观待世俗地而言的 所以我们世俗地当中 一切都是应该在众生面前说 真实存在的 而在生意地当中 如果以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的确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知道了 一切嗔恨的这种本体以后 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时的 根本不会提任何 诚信的道理的话 那么应该就是 决在生意地的角度来讲的 决在生意地的时候 就像我们学过中观里面 所讲的一样的 在真正的圣者的 如根本会的面前 远离四边八戏 没有任何行论的 然后在圣者的触定面前 触定的智慧面前 就是幻化八戏的这种 显而无自信的境界可以显现的 那么我们现在观察 与圣者的这种合得的智慧相顺的 相应的这种境界 外面的嗔恨 说嗔恨的背景也好 嗔恨的本体也好 然后嗔恨者 全部应该说是幻化一般的 但是这也是对于真正已经 了达了生意地的本体 也就是说 一些出发空性的 这种本体的人面前来讲 的的确确是 这一切能长所长 全部是如幻化一样 无自信的 而平凡的一些 世间的这些众生 在这些人面前 会不会有这样呢 绝对是不可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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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断除嗔恨心 依靠嗔恨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摧毁前界的资粮 后世在恶趣当中带来无量的痛苦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残除这种嗔恨 应该对众生带来这种痛苦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所谓的嗔恨在生意当中虽然没有什么可处的 但是在世俗当中最像是梦幻的军队 遣除梦幻的敌人 最后获得梦幻般的快乐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道理了知 所以在世俗当中像在迷蒙般的众生面前 宣讲安忍 修持安忍 最后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嗔恨心 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 因此没有什么不如理的 一定要断除自己的嗔恨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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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这个社义 前面都已经讲了 总而言之 我们嗔恨 依靠各种因缘而产生的 不应该对他生嗔恨心的 对外缘不一定要生嗔恨心 不应该生嗔恨心 下面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所以 他这里就是说 因为我们上面自众的观点和外道的观点等等 凡是所谓的外面的敌人 不欢喜的心 乃至嗔恨的各种因 应该说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以后见到对自己有怨恨的人 非人 包括外面的一些鬼神 病魔等等 他们的这种喜怒作害 制造违缘 以及亲朋好友们 亲朋好友们平时不一定造 但是很多的亲朋好友 最后对自己王家诽谤 抢夺财产 以及用各种兵器来呕倒等等 有这种显现也会发生的 所以他们在无缘无故当中 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就是亡家诽谤 亡家摧毁 摧残我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对待 自己原地外眸受到伤害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亲朋好友 以前自己关系非常不错的人 后来变成敌人 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对待呢 就是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应该怎么想呢 哦 外面的这些人 对我这样的净性加害 是挺有可原的 因为这个没有因缘的话 无则不胜 不可能的 一方面 我自己的这种前世的因缘 应该是对他们 有净性加害的 这是一种住缘 应该是居缘因 还有一种因 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自己控制自己 不管是亲友也好 怨敌也好 鬼神也好 凡是他们在烦恼的吹动下 然后在无始以来的夜里 这种夜风吹动下 他自己无有自主地 身不由己 实在是无法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以各种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他们对我制造这样的违缘 制造这样的违缘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应该产生嗔恨之心 我们现在遇到有情的 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 我从自己的见解来 怎么样灌带 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定要顺势 尤其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外亲 没有遇到这种外敌 没有遇到这些别人损害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面有个准备 如果我今天 遇到别人来害我 进行毁谤我 没有任何理由 无缘无故当中 进行对我加害 殴打 诽谤 那我怎么样对待 平时我们有这样的准备 真正你遇到这种外境的时候 你就可以会修安忍的 我们下期见 这里面给我们下期见 好 谢谢 明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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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痛苦不是因而而产生的 而它是自然随意而形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根本不愿意自己他人遭受痛苦 我们世间当中最可恶的这些人也是故意让别人痛苦的 这除了极方数的人以外基本上是没有的 自己也不愿意受苦 别人也不愿意受苦 可是他在烦恼的真正的支配下 他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此你心里面怎么样想快乐也没有办法 世间上哪里有一个人对喜欢痛苦的人呢 是没有的 如果真的痛苦是自己造这样的话 那么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友情都应该变成没有任何痛苦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痛苦就是它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你愿意痛苦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自发 都可以 而不愿意痛苦的时候 你自己把它控制都可以 所以世间上的人们全部都应该过得快快乐乐的 世间上哪里有一个真正想感受痛苦的 绝对是没有的 绝对是包括小只蚂蚁以上的众生 那么都要寻求快乐 可是真的肉眼异常的 有多少人 这样一来 如果你说的痛苦不是因缘而产生 真正独立自主 自己可以有这个把握在自己手里的话 那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众生都不应该受苦了 可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世间上有些许多多的这些众生 虽然不愿意感受这样的痛苦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 轮回当中一直感受这种痛苦 这就已经成了一个轮回的本性 所以愿意感受这个随便不能印象 因为就是这样host的了很重要的 你看到这种失望了 还有这个症状就不离了 在这场下轮了 像是众生的大事 那还是显成的 那么这么久 我是不是灵式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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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这个问题 那么前面就已经说了 因为这些众生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就是很可怜 为什么这样呢 这些众生下面有一几个示例来说明 这些众生真的不要说恶恶我们 人家实际都是最喜爱自己的 但是在产生烦恼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一点都是不怠惑 一点都是不会顾忌的 那这种情况下 别人对我们产生嗔恨心 损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是修安忍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就是说 活因即不胜 以此自措伤 活为得复兴 由伤复绝食 总要活自已 疼服毒害舍 妄以自虐心 欲解作双伤 他这一个颂词当中 讲了不同的几种势力吧 有不同的几种势力当中都说明了 这些众生是真的非常的可怜 应该是我们发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 是悲悯的对境 就是不应该产生嗔恨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 对自己的身体 本来说是如是如是地执着 疼爱 可是当他烦恼现前的时候 当他业障期限的时候 的的确确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烦恼 这一点 我想我们也是 应该每一个人来说是有其身体会的 说去这种烦恨关系 等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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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人在世间当中 有些男人为了得到赢得妇女的欢喜心 然后自己想尽一切办法 如果自己的感情或者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 没有满足的时候 甚至在很多人面前绝世或者说自杀等等 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 还有有些在调牙 调牙或者自己用笋子刷在自己的脖子上 自己掉丝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 还有在世间当中吞毒药的 也是吞毒药的 吞有毒的一些食物 那么妄逸自律性 妄逸自律性一般藏文当中就是做非福德的行为 比如说 因为你生起嫌 以后 杀生 血淫 还有做各种十不善业的这些非福德的行为 通过以上所说的各种各样的道理来损害自己 虐待自己 然后毁坏自己 那么即使说你毁坏自己 那我们世间当中的毁坏他人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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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应该可以说明 说明什么呢 当这些众生烦恼现前 被烦恼左右的那个时候 甚至根本不顾惜自己最珍贵 最爱惜的生命 以及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在乎 因为在烦恼的潜移下 你就根本没有自由了 对自己平时是如是如是地执着 但是你到犯恼现前的时候 对自己也是毫无顾忌的话 那对害别人只是没有什么可生起的事情啊 比如说有一个母亲 她的儿子发疯的话 那么儿子对她说什么 怎么打 她会理解的 因为知道这个儿子很可怜的 连自己的身体都是他经常要乱抓 而害自己 那害自己的这种心态 我们对他应该生起悲心的 不应该反而对他进行加害的 所以世间当中的这些 包括自杀者 我们也是应该非常地理解他们 他们很可怜的 没办法的 然后他们害别人 也是应该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以后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我们尽量的一方面 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始终失去状态 这是不太好的 就是你一边学习大乘佛 或者稍微遇到一点痛苦 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 好多人劝他也是劝不住 就是马上要去自杀 在佛教族当中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这里的主要主体就是别人害我们 别人进行加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要理解 千言万语 归给你基地就是要想 你看这些可怜的众生 贪恋自己都会害自己 就是自己都害自己的话 那害我是有什么的 再加上我们之间有可能怨怨 有很多生生世世的一些仇怨 那这种情况下别人害我 就是应该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第一个人 会不会有喜欢的 我其实是在这里的不得了 不得了水更加弱的年龄 的话 这就是你那么一样的那种 之后是考虑自己都处理下一个人 不是得了吗 让我打不得了震惑 我自己都会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太大事 不得了吗? 这是什么事 我膠了想不得了那就是 我就是失去状态的 那一年初的终培 还可以带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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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